接下來呢 這一位參賽者呢 他叫做平平 伯伯 伯伯都是人 今年呢 九月即將成為大學的新鮮人 他要模仿的是葉教授 歡迎 什麼 即將上大學的平平 模仿葉教授 故意如何趕快看下去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平安 歡迎收看葉教授的新海螺盤 這個丹丸 說起現在的大學生 要是各個都尚鴻 我的尚鴻有人是不擇手段 有人是吃得懂得吃飽 我是在頭打到比布 拿球給我一點節奏 這叫做節奏 不管是林佑佳 盧學瑞 還是蕭敬騰 楊宗偉 我們應該了解到 如果你紅起來那時候很疲累 不紅的話會崩潰流眼淚 所以說今天葉教授 要跟大家講一個 大紅大紫的三個要點 三個要點是哪三個 第一個 就是要有一副好的歌喉 現在帶葉教授 我就跟大家示範一下 沒有錯 當然不要求達到我這個程度 如果你有這個百分之八十的程度 其實你就有機會成為下一個楊宗偉 我說平平啦 葉教授一定是你偶像吧 你的口音語調還真像呢 就是剛剛你有模仿楊宗偉的意思嗎 這好像不大最近耶 今年九月這個 將成為大學新鮮人 最有把握可以就是 那個分數到的學校是 應該有機會成為陶子姐的學弟 哇 真正道 大概成為什麼戲呢 什麼戲還不太敢講 因為怕到時候沒有上就尷尬啦 但是他真的我覺得好可愛 他是今天最UKey的一位 因為我們叫大學生的眉 其實他也算啦 因為我們播出 我們盡量把你放到九月之後 好不好 完全又又演了嗎 對 平平 來 他的表現怎麼樣 林老師 可能這稿子背太熟了對不對 這個稿子應該是你自己寫的 對 所以你背得很熟了 背得很熟的時候 你就會 一鼓腦一口氣都一直把它唸完 反而觀眾來不及消化 TEMPO 對 TEMPO 剛開始好像葉教授是有上升的 一出場的時候前面幾句 但是你後來口氣亂了 TEMPO亂了之後 就會變成好像是 頻頻在講一段脫口秀這樣 就葉教授也不見了 講得很專業耶 很專業耶 所以納豆哥 像你看到那個洪都拉斯先生 在模仿葉教授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什麼味道 是他剛剛沒有做到的 我覺得洪柯在模仿葉教授的時候 其實講話TEMPO真的沒有這麼快 但是我覺得 其實平平有做到一件很棒的事 就是說 他在模仿的時候他非常快樂 有一些其實 很爛的表演 可是他非常的投入 沒有 很爛的表演 他剛剛唱那個歌 或是說他剛剛弄那個TEMPO 他自己也很享受 他自己也知道那個是爛爛的 可是他可以帶給大家快樂 他自己也很快樂 他不害臊 就是跟納豆會一樣 就沒有羞恥心 就是真的真的會講這個 沒有在開玩笑 就沒有羞恥心這一點 是真的喔 有時候要沒羞恥心 這是藝人要有的膽對不對 一定要有的 所以來一個比較激烈的例子好 歷經來一下 大家好 我們要挑高女的夏天聰 我是歷經 好 有抓到的一點 他有入門 菜頭好不好 菜頭來一下 桃子你知道嗎 我跟妳講 我去做那個什麼真場數 我跟妳講還是沒有很長 有 他有入門的有沒有 OK 他才4R附中而已好不好 馬上我們請評審評分 好 三個四分其實也不算低 剛高中畢業的婷婷 拿到12分還算不錯 繼續加油吧 婷婷的參賽者